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魅力出众的她自十多年前与宝岛歌王叶启田的一段情后 在感情方面却至今孤身一人 许多人都认为她是遭到南方伤得很深 对此方瑞娥就曾在一次访谈中分享自己对感情的真实看法 据自由时报报道 方瑞娥当年与叶启田情断后 便在感情生活上相当低调 事实上方瑞娥虽对这段情不愿多谈 但也曾表示 对感情不敢寄托什么 感情对我来说是奢侈品 一直到近几年才逐渐释怀 强调自己如今并非不敢再去谈感情 而是非常享受目前单身的生活状态 说着说着还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方瑞娥接着指出 随着年纪渐增 她也渐渐感受到享受单身的乐趣 可以不用顾忌地吃喝玩乐 更透露 平日最爱的便是到各大知名米其林餐厅享受美食 说到此处 她还忍不住自豪 因为有着吃不胖的好体质 让她在大吃大喝之余 仍能保持娇好的身材 甚至曾创下一天吃七餐的记录 不禁让人羡慕不已 喜欢看综艺的朋友都知道 秀场天王诸葛亮开玩笑几乎没有尺度 就连超级好朋友方瑞娥来上节目 也不过是笑容多了点 诸葛亮问方瑞娥 你怎么一直笑 方瑞娥答 我看到你很高兴 诸葛亮开玩笑地说 好像很爱我 方瑞娥笑说 你怎么这样讲 诸葛亮还一直往脸上贴金 笑问好朋友是不是爱上她了 不仅如此 她还连方瑞娥的穿着都能做文章 诸葛亮曾调侃方瑞娥 现在比较敢穿 以前都包得紧紧的 方瑞娥也顺着诸葛亮回答道 因为常常被你说 说得我不漏一下都不好意思 诸葛亮却得寸进尺 我说你才要漏出来 我叫你都脱 方瑞娥赶紧解释 怎么可以全脱 诸葛亮说 不要说不可能 嫁给我就可能 但其实两人是超级好朋友 所以方瑞娥也不客气 忍不住反击 你长那么丑 还说那什么头发 留那什么发型 不要跟我留一样的啦 我不要跟你一样 两个人发型 倒有一点相似 同样都是妹妹头 超级好友 秀场舞台上唇枪舌战 特别有看头 方瑞娥以独特 又多变的唱腔走红歌坛 女人味十足的外形 更是让许多男性歌迷 为之倾倒 但为何至今仍孤身一人 她的好友张秀卿笑着说 我真的没有听过有人追她 我有一次碰到 小刘哥哥留扶住 我说 小刘哥哥 你以前怎么没有追阿娥姐 她说 她那个嗲气我会受不了 我如果跟她交往三天 我就往生了 对于私生活相当低大的方瑞娥 多年来鲜少传出绯闻 艺人朋友们只依稀记得 十多年前的她 与叶启田曾有过一段情 资深一人喝一行套路 以前在歌坛 曾经有过一位 跟她算是郎才女貌的一对 就算是金童玉女 就是我们的宝岛歌王叶启田 可能那一段感情 带给她的那种伤疤还蛮重的 其实我希望阿娥 有机会应该走出来 在2018年1月 方瑞娥录彬彬秀时 谈到感情观 对于外传叶启田伤她很深 她不愿多谈 不是说就此不敢再去谈感情 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对于之前赫一航描述她和叶启田的感情故事 对此方瑞娥呛声 没有啦 不要听她说 她最爱吃我豆腐 仅表示现在一心只爱吃喝玩乐 试吃米其林餐厅 1953年12月9日出生的方瑞娥 在自己十岁的时候便以童星出道 长相清秀 歌声甜美 当时时方瑞娥的叔叔发现她声音不错 所以让她进了歌唱训练班 马上就录了第一张合集 《我所爱的人》 这张专辑是和林海合唱的歌曲 一推出就一炮而红 之后 方瑞娥陆续又录了几张合集 包括 《请你颠颠听》 《台北迎成庙》 《温泉香的吉他》 等等歌曲都大获好评 原本方瑞娥高中毕业后 她的父亲便安排方瑞娥到税捐处上班 三个月后 她一度想考快车小姐 担任父亲反对只好作罢 随后 受在台北唱歌朋友的影剑 北上进入演艺圈 因为进演艺圈是方瑞娥的决定 父母也尊重她的选择 方瑞娥表示 如果当时没有当歌星 会想要当个平凡的上班族 因为她喜欢稳定的生活 方瑞娥个人的首张专辑是《怀春曲》 成名代表作就数最后的火车站 销售量在当时超过一百多万张 这也让方瑞娥有火车母的封号 火红程度不输现在星光大道的背叛 演艺圈的歌神小哥费玉清 也很喜欢最后的火车站这首歌 每次遇见方瑞娥都会哼个一两句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 写出许多离乡北上工作的人搭火车的心境 充分反映出他们的心声 因此当时全省电台陷入疯狂播歌的状态 歌唱受到肯定的方瑞娥 电影片约也接踵而至 小时候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教育片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是新闻局指定要每个学校 让所有学生进戏院看的教育片 男主角是丁强 还有演员王满娇 提到当时到底在演什么 方瑞娥说她当时年纪小 自己也不知道就傻傻地演 这时期非常流行的是随片登台作秀 加入立歌唱片后推出的首张专辑《香蕉园》 同时也是台式第一部的七点半连续剧主题曲 在当时由吴静怀老师帮方瑞娥量身打造 方瑞娥也破纪录连续唱了十年的台式七点半 连续剧主题曲 立歌的歌厅秀时代 方瑞娥跟张飞 倪敏然喜欢唱一些狠创的歌曲 像是《为钱赌性命》 《黑玫瑰》 那时期 方瑞娥声音尖且轻亮 连国语天后姚苏蓉都常说 佩服方瑞娥的声音如此高亢清澈 之后 方瑞娥加入歌林唱片 并在歌林待了十多年 属于量产歌手 一个月就出了两三张专辑 还曾入围第三届 第七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 女演唱人 在歌林唱片时代销售第一的方瑞娥 还曾经去过菲律宾拍摄MV 歌林时代的同门师兄妹友 徐乃玲 吴宗宪 黄书俊 黄以玲 从歌林唱片结束营业后 方瑞娥说 十年来一直有唱片公司找她签约 那时也不知行情就狮子大开口 一张唱片要价三百万 把唱片公司都给吓退了 不过当时豪继视方天娥为天后 力邀她和高相鹏对唱一首 永远祝福你 当时方瑞娥就拿了一首三十万 比高相鹏还多 不过能和心中偶像方瑞娥合作 高相鹏也是非常开心 于是方瑞娥在2003年加入豪绩唱片 与高相鹏搭档在线歌坛的男女情歌对唱风潮 世间系列歌曲哄遍大街小巷 方瑞娥从没举办过签唱会 第一次签唱会是在加入好几唱片时的第一张世间人专辑 因为唱片销售长虹举办了与粉丝面对面的夜市签唱会 碰到死中歌迷把方瑞娥早期的唱片都拿了给她签名 签唱会常常爆满 由于人实在太多 在人群推挤过程中还差点宁成车祸 遇过最特别的歌迷是一次卖200张的专辑来支持她 由于世间人专辑销售长虹 好几唱片在第二张世间市专辑还加码宣传预算 远赴北京取景拍摄MV 眼前的歌迷应该在世间专辑就可以发现 每张专辑都有收录几首方瑞娥的独唱歌 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步步试探 才酝酿出方瑞娥这张个人专辑 2016年2月3日 方瑞娥、包伟明、金志娟、秀兰玛雅、谢金金、周定为、王诗安、李怡坤 上中天综艺节目《小明星大跟班》 吴宗献自爆是方瑞娥的超级粉丝 更夸口表示会唱她的每一首歌 大赞她根本是国报级人物 应列为台湾三宝之一 方瑞娥则感念和吴宗献同在一家唱片公司时 方瑞娥透露吴宗献对她的处处照顾 连在尾牙上抽的热水瓶都转送给她 到现在仍非常珍惜 她搞笑说 用到现在还很好用 雨带双关也让全场大笑不已 方瑞娥的活动很多 难免会发生意外 在2017年12月14日 方瑞娥上游于天贺一航主持的天生王牌 她演唱当年的夯曲《黑玫瑰》 和贺一航重现当年秀场风光 不料唱得太投入 在台上惨跌一大跤 贺一航一下反应不及 两人同时跌坐在地上 贺一航的脚还重重踹到她的脸 场面相当惊险 下台后工作人员立刻拿冰块给方瑞娥冰敷 她还原当时的情况 贺一航刚好接我的pose 那个动作刚好踢上来 是我唱得太冲动 以往唱《黑玫瑰》需搭配微醺韵律 方瑞娥解释 其实也没有套好 唱得太投入就跌倒 贺一航则在一旁满怀 欠疚地说 这个桥段以前秀场就表演过 就是刚好没服好 两人一起摔倒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方瑞娥虽然受伤 但还是满脸微笑直呼 我就是全身投入表演 贺一航则说 这是表演过最严重的一次 笑说自己也摔得蛮痛的 方瑞娥被问及摔下去 当时在想什么 她表示 惨了 我会不会毁容 贺一航则笑她 我要赶快去领钱 索性最后 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方瑞娥在歌坛纵横几十年 给听众带来 无数好听的歌曲 希望晚年的方瑞娥 可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健康 长命百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期待